讲到甜点呢 大家一定会想到中山区 那中山区呢 有一间甜点店 它非常的不一样 它是用茶几底去做的甜点 就我现在看过去 就可以看到它非常的干净 可以看到它整个吧台区的作业 而且呢 它也是由日本的知名建筑师去设计的 我们赶快去看看吧 以台湾茶汉法式甜品为起点 创造出全新风味的口感 光是摆盘就好像艺术品一般 店面透露着简约文青风格 纯白的桌椅 让你在吃甜品的同时 兼顾绝美的视觉享受 那我们家这个甜点呢 非常特别 我们要想象自己在吃法国料理 那吃法式料理呢 我们今天就要利用 两到三小时来吃这一道甜点 是不是非常特别 一个是咖椰酱的肺南雪 那一般的咖椰吐司 在新加坡吃的就是 用吐司跟咖椰酱去做的 一个小小的肺南雪 刚刚师傅就讲到说 他用了非常多的 比如说香兰叶啊 然后还有咖椰酱去调配 其实真的就很像 我们去新加坡吃那个吐司 然后把它用缩小灯灶 然后变成超迷你的 这跟我一般吃的肺南雪 非常不一样耶 因为一般我以前吃到的肺南雪 它会是比较软 然后比较像是蛋糕体的 可是它这个吃起来 真的很像是我们去新加坡 吃那个开雅吐司 它烤得非常非常酥脆 哇 很好吃耶 这个我好喜欢 因为它最后尾 又还有淡淡的那个咸味在 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就是我们招牌的 茶甜点之一 然后它上面是很像 那个法式的盘式甜点 那你可以一口甜点 一口茶这样去搭配 这一杯有秘密在 它是台湾的铁观音茶 但是其实它喝起来 又有水鲜乌龙那个香气在 而且是有层次的 因为我其实喝起来呢 就有喝到它的花果香 但是你又觉得说它很清香 没有味道这么强烈 那除了这样的吃法之外呢 最后还可以把它混合在一起 其实我觉得呢 它喝起来就有点像是 我们平常在外面 喝那种奶盖茶的感觉 它喝起来非常非常清爽 除了原本茶的味道之外 它的果香味 花香味 也真的是非常浓郁的 烤年糕 可是我觉得它外表 看起来比较像是可力露 有没有 哇 试看看 你看 超级Q的 这个好吃 那我们最后一道的话 这个就是Coco Espresso 那这个听起来是咖啡 但它不是咖啡 我们用的是伯爵茶跟巧克力慕斯 真的可以说它是液态甜点 最后上面这一层啊 是非常非常浓厚的巧克力慕斯 而且是真的 你需要花点力气去吸它 因为它真的非常浓郁 天啊 我觉得 有利用法式料理的精神跟做法 来做甜点就是不一样 就是你可以吃得到 它甜点跟茶的每一个精神之外 还有它的口感 味道都是非常分明的 从开始到结尾 它的层次也是从薄到厚 然后这个呢 最后它就是用巧克力 比较浓郁的味道来做收尾 也就是像是女孩子喜欢吃甜点 那甜点就是另外一个味 很好喝 我觉得今天吃下来 就很像去吃了一个 法式料理一样 很幸福